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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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開始今天下午的分享 下午的話 我們會有五天 今年在社會AI發表的 臺灣做國文 學生作者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 林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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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他們去參加這個行為 第一位講者 董浩文是 中英院製放中心 李宗盛老師的 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是董浩文 那 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就是 Muse Game 然後它就是一個GLN 然後我們是做在就是 音樂生成 然後還有音樂的伴奏系統 然後這篇work是和 就是中英院的小文藝 還有楊立嘉 還有 然後是楊一璇老師 指導的 然後下面就是我們demo page的link 好 那這是今天的outline 然後就是下面 有就是source code 就是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所以你可以在Github找到 所有的source code 然後還有一個demo page 好 好 所以就先講一下我們整個project的 主要的大架構就是說 我們是在產生音樂 那我們主要的training data是 就是流行音樂 那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知道流行音樂 它會有非常多個樂器 就是你一般聽到的音樂 絕對不會是只有一個track 然後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generate pop music of multiple tracks 然後我們用的format是 就是pno role format 所以pno role就是 直的是pitch 然後狠的是time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metrics 然後我們用的是 我們用的model是gln 就是generative artificial networks 中文應該是 生成式對抗是 什麼網路的 生成網路 然後用cnn去做這件事情 好 那 那我先播就是 那就是我們在音樂裡面 裡面我們會遇到 好 沒關係 反正這就是一個 我們常見到就是 一般音樂人在做音樂的時候 他的 他就是 就是會有非常多個track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有 有vocal啊 然後有piano 有string 然後有bass 有drums 那重點就是說 現在有非常多的track 但是我們要怎麼在生成 生成音樂的時候 保證這些track 彼此之間 他們自己有各自的特性 就像我們要生成鼓 跟生成吉他 那絕對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那我們要怎麼可以保證說 我們生產的東西像鼓 然後吉他像吉他 鋼琴彈出來像鋼琴 bass出來是bass 但是我們整體而言 這些東西 這些不同的track 他們還是要有共同的特性 就是follow共同的規則 那這樣子我們產生的音樂 才能說它是一個音樂作品 而不是就是很多個音樂家 然後就是聚在一起 然後隨便彈而已 好 那第二個challenge就是說 就是在音樂裡面 就是說像這是一個鋼琴樂 鋼琴的鋼琴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中間有一些直的 就是core的 或是你可以說 就是一些和聲的東西 那橫的你會有一些melody在裡面 但是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說以前的model 像我們在用RNN在做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假設它是單音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sequence的概念 可是core的它是直的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它的一個texture的概念在裡面 那這件事情我們怎麼model 我們就是說 我們用piano roll的format 然後我們用CNN去抓這些local的pattern 所以CNN的好處就是 我們裡面有filter嘛 所以filter它就可以去抓到各種不同的 像說我們可以抓直的 直的core的 然後橫的melody 甚至可以抓到是二維的filter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用 對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它是一個二維的 同時有直的core的 但是它橫向也有在 在進行 那這件事情用傳統的RNN的單音的生成 生成模型就非常不適合 所以我們才會決定用CNN來做音樂生成 好 然後最後就是因為音樂本身有 它是有一個hierarchy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像說 一個音樂通常它會有分有各種段落 然後每個段落我們也可以把它切成各個不同的phrase 那phrase再下來我們基本上在就是在流行音樂裡面 我們常常就是會有最基本的元素應該可以說是就是小節 bar或是measure 那每個小節你還可以再分下去 所以如果我們是用四四排的話下面就可以分成四個bit 然後我們再把每個bit 因為我們用piano roll format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quantized的行為在裡面 所以最下面我們還可以再把它分成更多的小的time step 所以每個time step它代表的長度是一樣的 好 所以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從phrase以下這個結構 它其實是一個固定的結構 也就是說它的長度是固定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讓我們可以用CNN去生成 對 所以我們這篇work就是主要是在生成一個短的四個小節的musical phrase 然後是使用CNN 因為CNN產生的output通常是就是固定長度 好 好那我們就是講一下就是data representation 所以這就是piano roll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橫軸是time 然後中軸是pitch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time step上面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time step上面有什麼音現在在那邊彈 那它是一個binary的matrix 這張圖是不是binary的 它的顏色代表的是velocity 但是我們在用的時候是用binary的 所以0就是沒有那個音 1就是有那個音 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假設這邊這個 這裡有一條橫線就代表有一個音A3 然後它從time t0到t1它被播出來了 好 然後一共有四個bar 好 所以piano roll的好處就是它是一個polyphoning polyphoning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瞬間可以有很多個音在同時進行 但是它不是multi-track 它只有一個track 只有一個piano 所以我們產生就是multi-track的方法就是 其實我們就只是把它當成是channel 然後把它在另外一個圍度長出來 所以我們如果有五個track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另外一個新的track dimension上面長出新的圍度 好所以這就是multi-track piano roll 然後要特別講的就是我們的timing是symbolic的 就是每一個beat它的resolution是24 所以我們用24個timestep去代表一個beat 所以就是速度的這個概念在我們這裡面是被忽略掉的 好 所以我們一共就是 所以我們現在要生成的東西就是五個track 然後一共每個track有四個小節 然後總共有84個pitch 是從c0到c8 然後總共有96個timestep 每一個bar有96個timestep 然後我們用的五個track是這裡 就是比較常見在流行音樂上見的就是bass 然後鼓還有string就是半成所有的 就是合成器那些的樂體 然後還有弦樂 然後還有piano跟guitar 好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我們要生成的東西 就是一個4乘以9 16乘以84乘以5的一個tensor 好 然後我們的dataset也是open的 就是一個新的dataset 是lock piano roll dataset 所以你可以在就是網站上面找到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套件就是專門就是處理 就是因為我們在處理這個piano roll的representation的時候 因為沒什麼 就是我們其實都是手刻了很多一些visualization跟 什麼就是IO一些東西 然後還有它跟MIDI怎麼轉的 所以我們後來也把這個package公開了 然後我們的model就是用GN 那怕大家有人不熟悉GN是什麼 所以就簡單講一下 所以GN在做的事情就是 主要它有兩個network 一個是G 一個是D G就是generator 就是生成器 然後D是判別器 discriminator 所以今天這個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有一群real data 我們有非常多的data 那我想做的事情是 我找到一個 從一個random noise的Z 映射到real data的一個投影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在做兩個機率空間的映射 那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用一個generator的network 去把Z投影到一個GZ的distribution上面 然後我的D是去判別說 這兩個東西到底是不是一樣 所以今天generator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D猜不到 generator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產生一個東西 然後看起來很像真的 讓D分證清楚 你到底是假的生出來的 還是你是真的從real data搜出來的 那discriminator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想辦法把你們兩個分開來 所以藉由這個adversarial 就是對抗式的學習 所以D想要把G分開來 然後G想要騙過D 這兩個人互相競爭的關係 那到最後converge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部分拿出來的話 這個G就是會變成一個很好的generator 因為它產生出來的東西 已經沒辦法騙 已經可以騙過D了 可以騙過discriminator 所以這就是GN的整體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的real data就是一個 就我剛剛講的一個 4乘以96乘以 就是4乘96乘84乘以5的一個tensor 好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overview 我們架構的overview 所以我們剛開始吃的是一個random noise 就是剛剛GN裡面的那個z 那今天這個z會經過一個temporal的generator 它會產生4個 我們來看一個精美動畫 它會產生4個就是latan variables 那這4個valent variables 各自代表一個bar 然後我們再經過一個bar generator 把這4個latan variables 一個一個投影到不同的bar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從這原本的一個random noise 然後經過一個temporal的架構 去抓這個橫向的 在時間上的這個bar是怎麼變化的 然後我們再把每一個變化 每一個vector再投影到bar身上 所以我們就可以產生就是4個matrix 然後這就是我們最終的結果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這樣子其實我們裡面還是沒有提到 我們那個multitrack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又這邊基本上還是在講temporal的部分 那multitrack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個track 它有各自的個性嘛 就像你不會說我可以拿同一個 我可以找同一個人 然後同時去打鼓又可以去彈吉他 那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最好是每一個 每一個人各自有自己的擅長嘛 所以理論上我們應該要有 就是我們應該要有五個不同的 laten variable the noise input 就是說每一個人有各自的自由度 那可是這件事情會造成說 那這五個track 他不就是自己在自己亂彈嗎 就是假設我們每個人 每次給他的指示都不同的話 就像說我今天跟吉他說 那你給我彈一個C和弦 然後等一下又跟base說 那你跟你給我彈一個ray好了 可是那兩個音就是不合了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需要一個 類似就是指揮家或是一個 就是統籌者 所以我們就還需要有另外一個人 去整合這五個軌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透過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share的laten variable 那這個是一個private的laten variable 所以五個track 他各自每個人會自己吃到一個 自己的private的variation 但是他也有一個general 要共同follow的一個 就是一個指揮家給他的指示 那藉由這個方法 我們就可以確保每個track 他有自己的特性 但是他們共同也follow一個 就是共同的目標 所以就是下面這就是track-dependent的laten variable 上面就是track-independent的laten variable 然後同時我們剛剛講的temporal的部分 也要加進來 所以有的東西是跟time有關的 有的東西跟time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些是跟time有關係的 就是你的laten variable 這個一個laten variable 理論上要噴出來四個不同 他在四個bar上面的時間點上面 他的變化是不一樣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音樂上面都有他的對應 就像說你可以看到就是track-independent跟 track-independent 然後跟time-dependent有關的東西 就可能是chord 那你可以說就是跟每個track無關 然後也跟時間沒有關係 那可能就是整首歌的style 那有些是說那跟track有關 但是跟時間沒有關係 可能就是一個groove 就像說drum他有自己的groove 吉他有他自己的recent pattern 然後那如果跟時間有關 然後跟track也有關的話 那可能就是跟melody類似的東西 就是因為他每個小節都不同 melody每個小節都不同 但是每個track也有各自的melody 所以其實這四個不同的latent variables 我們都可以在音樂上面找到 他對應的 他對應的就是 對應到的我們音樂樂理上面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這整體而言就是我們mucing 剛剛講的都是generator 那discriminator 基本上就是一個簡單的CNN 好 那我們來聽一下result 所以就是四個小節 這是第二個 然後就是更多recent 你可以去demo page看 然後反正你就是可以看到 從這個圖上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有code的 像code的東西 然後跟比較音階有關的東西 出現在我們的 就是這一軌應該是吉他 有沒有這一軌是string 然後drum pattern就是 你也知道drum本身會有一些groove 或是他常常打在正白上面 你也可以在這邊看到 然後bass本身就是通常都彈一個音而已 好 然後我們也有提出一些objective的matrix 然後去就是monitor我們的training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的training的過程中 真的是result quality是有在進步的 然後我們也有做一個user study 那總之就是我們的 我們剛剛講的有不同的model 就是如果我們只有 就是只有那個共同的composer的部分的話 就是composer model 然後如果就是五個人在自己亂談的話 那就是germy model 然後最下面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總共最完整版的hybrid model 然後就是user study的結構 就是hybrid model其實是最好的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是伴奏的系統 那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它就是一個conditional的GR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現在有一個pnl的軌好了 那我今天想產生其他四個軌 那我就把這個 我已經given的那個軌 當成是condition 然後進去train一個conditionalGR 那detail可以去paper裡面看 好 所以 所以總結而言就是說 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GR 那它主要是給multi-track 然後的sequence generation的model 那我們應用在就是multi-track 然後是polyphonic的music generation 還有accomplement 那我們還有open我們的dataset 然後還有package 好 所以future work就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我們現在只針對 就是下面就是phrase的部分 那我們以後就是整首歌的hierarchical的temporal structure 要怎麼做就是可能是未來可能的方向 然後還有說我們因為multi-track本身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做到不同的 也可以做multi-model的generation 所以假設我們的兩個track 是music跟video 或是可能是music跟lyrics 或是video跟text的話 我們就可能做到更多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好 然後最後講一下 就是我們在做的是 我們是maclab 然後就是music and audio computing lab 然後是楊玉璇老師的lab 就是中研院直創中心 然後這是tripleware會場 上面就是poster section 然後就是很多人 然後這是紐澳樑 紐澳樑就是真的很適合做音樂的人去 因為路上就會看到很多爵士樂隊 紐澳樑是爵士樂的發源地 所以我們去那邊就有回歸故鄉 每年都可以去Jazz Pop很好 然後這是我們去的期間 剛好今年在紐澳樑 剛好有mardi gras 就是紐澳樑最大的嘉年華 然後反正就是triple AI 剛好故意在就是 故意辦在mardi gras前面 所以大家結束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是去開發的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好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電腦用到多好 然後train的多久 到可以接受這個結果這樣子 我們用的是一顆K80的GPU 就比較早期的GPU 那24小時那個就用了 對 時間 是24小時那個就用了 有的model比較小可以 反正最長最長不會超過一點 K80差不多是1070的速度 好 我們現在產生的是real value的prediction 然後我現在正在做的題目就是 要怎麼直接產生binary的prediction 對 然後可能下個禮拜就會有論文 就是po上archive 對 有興趣可以follow 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 的model的大型 因為看起來是非常多generator的 非常多個generator 就是比較好奇的是整個model的大型 還有 還有整個的parameter的主要 對還有那個 就是因為你如果是搭model的話 通常在batch size上必須要做取捨 我想提解關於這方面的 你們是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就現在batch size其實你設的再小 其實都還是可以work 對 我們batch size通常好像是32吧 32其實就夠用了 然後總共的parameter應該是 最大的model應該沒有超過1000萬 大概頂多600萬吧 還是算大啦 但是就是 我們也沒有特別去設計model 本身沒有去很精細的去調那些戰術 但是600萬就可以train得下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dataset啊 那個來源 說是游行樂嗎 是台灣的游行樂嗎 然後那個dataset有多大 要辦法就是捐出這個東西嗎 那個dataset主要是 主要是歐美的流行樂啦 因為它其實就是網路上 就是網路上par下來的MIDI檔 然後它叫lockMIDI dataset 確切的數量我也不清楚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非常多重複的歌 最後我們train的 就是最後能用的歌應該是2萬首 那我們再從2萬首裡面去抓很多個4bar的phrases 對 然後可能確切數字你可以上去查一下 對 我再請問一下 就是 剛剛我知道2分鐘 然後進來那個樂譜 樂譜 然後一小節的話 一個是往下 一個是往旁邊 對 那你往下的話 那你可以用一個CMN 它是整個pattern去detect 那你往旁邊的話 它是怎麼去認 它要有沒有要建立那個關係 還是怎麼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是說就是temporal的 怎麼變化的意思嗎 越普啊 越不是mixed 然後 對對對 對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 有點類似把它當成一張圖片在處理 就是用一個CMN 那你有一個XO有Y軸 對對對 那XO你用圖片處理我給你解釋 沒有XY軸 Y軸也是嗎 我們現在都是用CMN 就是因為一個bar本身的 因為我們假設的是 在流行音樂裡面一個bar 它是一個基本單位嘛 那其實一個bar它有可能的 可能的pattern其實是固定的 是啊 可是如果以現階段可能OK 可是你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你可能要建立那個 對就是 你的bar之間的關係 對對對 其實bar跟bar之間 要用CMN還是RN 那是就是代討論的 那你這個時候可能需要建立那個lector 在一些 我不是專家 我是初學者 我們不曉得 你在CMN裡面可以用lector 可能是要用RN 用CM比較方便 如果要產生long term structure的話 可能目前RN是比較work的 因為CMN是在抓就是共同的pattern 那你在很長的樂句當中 其實是沒有共同的pattern 它可能有transition上面有pattern 所以用RN會對這種work比較適合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是在做四個phrase 四個bar 然後每個bar裡面其實它基本上 它的pattern不會 還是可以找到它共同的pattern 所以我們才用CMN 了解 謝謝 謝謝 我們後來就把它轉成矩正 我們後來就把它轉成矩正 所以它因為pattern是照片 不是不是 就是MIDI檔 然後我們把它轉成一個piano road matrix 那如果是說我們現在用流行歌 我們要去把它做不同track分離 進去你的這個tracking muscle 對 但是就是你要先把track分離 然後你要做到就是可以偵測到不同的pitch 對 就像你談一個Domiso 其實現在也是很難從一個音樂裡面 直接去抓出不同的multi-pitch的estimation 對 就其實我們CMN是有在做 但是其實它很難 因為會有反應的問題 對 所以但是是可以做的 對 只要你可以轉到就是 symbolic的piano road data的話 就是可以train 對 那我們再次謝謝李同浩文